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看这一张照片 当他在跟崔龙海两个人在对讲话的时候 你有没有看到桌子上 桌子上连一杯水都没有 也就是远到时刻 可是连杯水之頤都不给你 另外就是你今天冷落我的人 你今天冷落我的特使 现在习近平真的火大了 就是开始断你物资 现在不但是他的友谊之巧货物已经断掉了 甚至天然气 石油 连你中间私下往来的关键人物 我的马上给你抓起来 好 我们今天请到六来宾对大方首领的抗议大学副教掌马西平 大家好 对文师工作者刘三荣 大家好 第三位自身的刘王夏 大家好 第四位是网络官家助手 各位大家好 好 第二位财政中心家黄日聪 大家好 好 待会资深的社医者王一德也会加入我们讨论 好 那是从 刚刚讲到了习近平这次非常的火大 但是他派了宋涛 但宋涛是谁 宋涛到了北韩 结果 金小胖见都不见 为什么这是对中国极大的羞辱呢 没错 保险 你知道吗 习近平在十九大之后 他可以说是中国权力最高的人 那不只这样子 我们知道 紧接着他接见了这个川普 然后又到APEC去 你知道他在APEC讲话的时候 他跟川普两个间隔十五分钟 结果你知道 习近平获得的嗓声是比川普还要更大 他在APEC的声势是压过了这个川普 所以他觉得说我这样子的一个地位 我在亚洲可以说是一哥 我是亚太帝王吗 所以十九大之后 他们照惯例就是过去 他在十九大结束之后 他要派出一个特使 到跟我友好的共产国家 去宣布说我这次十九大任何的成果 所以又请了宋涛代表他去这个任何共产国家 他去两个 之前去了两个国家 一个去了老挝 就是辽国 然后又去了越南 去了辽国跟越南 都是获得最高的领域 辽国跟越南的这个总书记 越南总书记软富重 甚至他没有参加APEC 他还来接见宋涛 因为你代表着习近平 你代表着习近平的话 我就给你最高规格待遇 好 结果结束这两个国家之后 飞到这个平衡去之后 完全面临到不一样的这个局面 他就说 照理说 我应该见到你们的总书记 也就是说这个金正恩 但是金正恩 不好意思 不出来 金正恩呢 不出来 就是不出来 不见人 就是不见人 他就应事 就是说我有事 不能够见这个宋涛 不好意思 他派出谁 派出这个劳动党的中央政治局的 副委员长崔龙海来接见 找他二把手出来 对 二把手出来 那这件事情 其实习近平已经隐隐的不开心 但还不止这样 我们知道 中国都说有一句话 远来势客 至少要一杯热茶招待人家 就你看 他这个会谈的场合里面 中国跟这个朝鲜代表 各坐一边的时候 你看 上面一杯水都没有 水都不给你喝 连最基本的接待礼仪都不给你 也就是说什么 他狠狠打了习近平一个耳光 你今天这样的讨论过程 你就算中间发现了水没有 总要上吧 结果整个会议过程里面 完全没有招待人员 完全没有提供任何的茶水 而且听过松朝这次 有说我要看什么地方 北韩不安排就是不安排 所以等于是说不但冷落你 而且我还不让你想去的地方 所以这样回来之后 那习近平真的就是说 我都忍让你这么久了 我没计还有这个兄弟之邦 那你对我这样子不客气的话 那我也要对你开始不客气 九月二十一号 你知道当时的这个 因为美国前一天才宣布说 北韩是所谓的恐怖国家 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 所以从中国九月二十一号晚上 他就宣布说国航 也就是说中国大陆 飞往北京的航班已经停止了 这个对平壤来说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如果包括台湾人 日本人很多人要去平壤的话 都要从北京进去 就他这个断掉之后 等于是断掉很多 可能去平壤观光的人潮 都完全没办法去了 你说旅游路线把你砍掉了 对 还不止这样 好 那这是之前的这个命令 那十月初的时候 因为当时川普要来这个 中国大陆访问 所以十月初他就公布一个命令说 禁止对朝鲜出口 包括说油还有天然气 这件事情已经让这个 金小胖非常不爽 把油跟天然气给灌掉了 所以听说金小胖这一次跟这个 也算是跟习近平毒气 他在这个送到要来之前 他有跟这个中方就说 如果你们愿意把这个天然气跟石油 送到我们这个过来的话 或许金正恩愿意渐渐送到 但是中国大陆没有松口 习近平就是不给你 就是不给你 好 不给你的话 那当然他就赏这个习近平的耳光 好 现在习近平 这个被赏了一个耳光之后 他现在有两个最新的这个动作 两个最新的动作是什么 过去我们知道说在平壤的 在北韩的这个新义州 跟中国的丹东市区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叫做 横跨这个压绿江叫做中朝友谊大桥 这个 对 就是这座桥 横跨加绿江 对 那这座桥 过去可以说是北韩的经济命脉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新义州 新义州跟丹东的这个贸易 大概占整个北韩对外出口贸易的70% 也就是说这个桥封掉之后 两边的贸易量没有 两边的贸易量没有 70%的贸易量没了 现在北韩境内你知道 已经出现什么状况 卫生纸 没有卫生纸 很多民生物品 什么牙膏 牙刷 什么完全都没有了 因为过去都是从中国大陆输进的 你要进口的东西都没了 他现在把这条道路一截断之后 现在很多民生物品 现在已经没办法进到中国大陆 没办法进到这个朝鲜去 还不止这个动作 他现在还对海运痛下毒手 什么叫海运痛下毒手 这个之前其实美国曾经点名过 大连有一家公司 叫做连宁船路这些公司 他说这家船路公司 过去跟这个平壤之间 有非常大的这个业务往来 你把他走私 很多东西都是透过这家公司 运到这个平壤进去 美国之前都一直要求说 中国大陆你对这家 要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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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大陆都一直不处理 因为等于是有一点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个状况 但是好 你现在不让我 宋涛见不到金正恩说 我也对你不客气 这家公司在最近 也就是说宋涛回来之后 他马上这家公司 就被人家逮捕了 负责任中国大陆的官方 马上就进去他的总处里面 不仅给他逮捕 就说你急日起 这个船 不准再跑到平壤附近去 也就是现在的 鸭绿江的大桥 你不能走了 你就算想走底下的海运 我也不让你走了 我完全断绝 你对外的联通管道 那现在对北韩 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对 还不止这样 因为之前美国 还有点名过一个丹东银行 那丹东银行的话 其实之前人家都说 这个丹东银行背后就是 中国最大的中国银行 听说现在丹东银行 也完全就是禁止这个 完全把资金冻结住了 资金也不跟你们往来了 现在等于北韩的状况是什么 要钱没钱 要东西没有东西 要有没有 要天然气没有天然气 整个全部都被 这个中国大会给断了他的手脚 连他们这个民间 这什么 民间都出现打架 保险你知道 9月跟10月 往来在北韩跟中国之间的 这个贸易商你知道 因为他们运到这个北韩境内去 没想到 北韩官方就说 我要检查这个东西 以前不检查的 以前根本不检查 结果没想到 因为现在关系不好 结果没想到 双方就一言不合 一言不合就打起来 打起来之后你知道 北韩居然做了一件事情 他们的警方居然对 这个中国的伤害就开枪 开枪不说 居然就把他打死 打死了两个人 这件事情让中国大会 也非常不爽 就是你要给我处理这件事情 但是到这件事情 中国大会要求北韩处理 北韩到现在为止 没有给任何的答复 所以中国跟北韩的关系 真的很糟 对 已经遭到这样的 又不想象都很糟 对 那这个到底 对北韩影响到底多大 我们看到说 事实上从中国大会 在10月初宣布 被禁止送石油进去 现在人家就预估 因为北韩的冬天 其实是非常冷 包括他们都说用天然气 去燃烧整个暖气的系统 现在整个北韩境内 听说他们的天然气 价格已经涨了三四倍以上 石油也是一样 都是大幅的飙涨 没油 没有气 他们只能靠过去的 一些储备在用 可是你知道 他们整个北韩的储备 大概只有七天左右 这么差 所以现在整个北韩 都是省着用 省着用 省着再用 你知道吗 根据他们自己的预估 如果这个状况再下去的话 这个目前在北韩的 一般的家庭里面的话 一天大概只能够用到 三四小时的电 因为它现在变成是轮流供电 你只能轮流一个区 一天24小时 你只有三个小时可以用 三个小时可以供电 你说现在包括说像 平壤境内的包括都站车 或是说战机 目前是怎样 听说现在是 都要节省的用 因为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他们搞不好有一天 飞了出去回不来 所以你说当中国把石油 天然气给封掉了以后 北韩不要打造 你仗都不能打了 所以现在的话 现在大家都在担心说 这个金正恩到底 他会出怎样一步 金正恩他为什么不见了 金正恩在这段时间 就送他到平壤访问的时候 他有释出个照片 他说现在他也不是没事干 他有出去做事 他有什么 他到北韩的一个胜利汽车公司 他去那边视察 北韩有汽车公司 他们自己国影的这个企业公司 这个是从他们他父亲 他祖父时代就开始要做了 北韩自己民族的品牌 他说我去视察这个 你看这照片里面 还有他跟这个工人在那边说 我们这个生产的东西 怎么样怎么样的照片 他还在这个所谓 这个教育整个车队的时候 还在那边开心的大笑 他就说其实他是关心北韩的民族工业 所以他没有空可以见宋涛 所以我宁可看汽车也不要见宋涛 对 现在因为他从之前 这个画面公布之后 他已经消失了好几天 消失了好几天之后 吉小芳消失了 对 现在外媒就开始担心 因为过去就过去的例子 他只要消失一段时间 通常后面就会发生大事情 真的假的 2013年的时候 他当时有一段时间 11月30号到12月12号不再 不再之后 结果宝洁 你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吗 发生什么事 他的这个孤父张承者 马上就被处决了 另外一个 2016年的7月16号到7月23号 他也有不再 他也曾经不再 不再之后 他后来出现了之后 他们的参谋总长李英浩 马上也就被处决了 另外一个就是 他在2016年到 4月25号到5月5号的当时 他那时候也消失了一段时间 出来之后马上就被 勇力成正式的领导人 也就是说过去他只要不在的时间 他都是在破话很多事情 他这一次也是不在了很久 所以现在很多人就担心说 他会不会在密谋要搞第七次 更大规模的核子釋放 他还要搞核子釋放 他之前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所以现在大家开始要担心说 他是不是这样做了 这个事情也的确不是空穴来风 因为日本一直在紧盯着 这个北韩的一举一动 他们就说最近 他们从北韩的境内 就侦测到怀疑很可疑的这种电子电波 不知道是怎么样 他怀疑说搞不好 他是在进行这种核四报的这个准备 所以你看 他已经消失了这么多天 现在大家都在等说 现在中国对你整个已经对你痛下毒手 制裁你之后 那竞争人接下来要出什么牌 好 那穿下 刚刚讲的中国跟北韩的关系 过去一直觉得扑朔迷离 因为他们是血蒙的关系 你看很多人认为说 中国不可能放着北韩不管 但没有想到习近平现在对北韩 真的是步步杀招 但这还不是最恐怖的 最恐怖的是习近平居然把他做两个信任的 71级团军 78级团军 现在都在进行军演 似乎要逼向北韩 我觉得他不但是军演 而且这个军演就代表说 他随时在24小时之内 可以处理掉金正恩和北韩的军队 他在克尔青那边 不是举行了78军的叫做严寒2017吗 零下17度 所有的部队 为什么要送克尔青 因为克尔青的外号就叫做弓箭手 是陈吉斯还命名的地方 这个地方叫弓箭手 叫做一把箭直接要射到北韩那边去 然后他送去之后 他的军演项目是 整个空降部队用运输机直接过去 空降下去之后 直接占领一个机场 机场完毕之后 运输机下去之后 T99坦克直接从运输机里面开出来 然后叫做兵不离安 卸甲马不离安 立刻进行作战 这样是攻击态势 它是一个攻击态势 而且最重要是说 而且它这个攻击态势过去是 我们看到最多是夺岛战争 不是 这是一个平原作战的攻击态势 而且是千里头送 这目的是什么 最后要看的是 它整个演习里面出来的画面 除了这些冰天雪地开枪 坦克在那边射击之外 它有很多电子设备 一直在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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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保夷这次演习里面 最重要就是一个反电池 电池干扰战的演习 它那个一直旋转就是 它都是把你里面很多电池的装甲车 直接送了过去了 送过去干嘛 你北韩不是有200万的大军吗 我电池干扰过去之后 我要他们讲的 让你的通讯完全断绝 让你的联络完全失联 这样子的话 200万大军其实在北韩的大地里面 是瘫在那边了 你彼此之间 手尾不相连 手尾不能呼应 我就一一的把你们给歼灭下来 所以它这个78军的一个演习 就像一把弓箭一样 我第一箭 是直接打到你北韩的大地里面去 然后接下来 他同时就进行了71军的一个演习 71军 71军是中共建军改革后以后的第一军 是最强悍的一个部队 他上次在朱日和军演完毕的时候 金小胖不是清淡吗 习近平很火的时候 他就派出71军 五天试验 奔袭2000公里 到达基地之后 一个小时内全部上了阵地 代表就是他的一个集结的作战能力 他是可以不用休息的 而这次他就接着加码军也是 到达阵地之后 10分钟立刻开战 所以保险你看他在军演里面是 他这些东西 坦克大炮开到阵地以后 10分钟之内 你必须给我打出第一炮 然后你又看到整个火炮连射 一直打了出去 这个就是代表说 我78军过去像弓箭一样 瘫痪你的所有部队之后 我71军就折着压了过来了 所以这两个局是有互相呼应的感觉 但是一个互相呼应 前后前一旦的要打向的 而他的整个设计机的目的 通通是在朝鲜的边境 就是告诉你说我朝鲜 我就是要这样子打你 而且还加一个军也是 24小时里面你不间断 所以你看到没有 夜间的时候我照样攻击你 我照样打你 因为夜战其实是一个很难的技术 夜战很难因为你身手不见乎 对 他的71军在这个训练就是 我10分钟开到阵地 已经是半夜了 我立刻开炮 而且要急动阵地 你看到炮火就一直打下去 所以他是一个日夜坚存的战争 日夜坚存 所以他就告诉你说 我到时候就是78军 像弓箭一样直接射穿你 瘫痪你所有部队的通联 我的71军 救救坦克就全部都压过来 24小时里面 到达阵地10分钟就发炮 而且我24小时不间断 因为我最了解你北韩 我让你曾正恩 没有机会逃窜 直接把你给歼灭掉 就是彻底的一个平原式的大作战 而且是严寒环境里面的 平原大作战 曾和新生恩这里面 还同时碰到的是 南北两面 左右两面 同时被夹击了 因为美国也过来了 因为美国也过来了 川普他现在12月4号开始 又要有一个叫做 警惕王牌的一个军演 12月4号 12月4号到8号警惕王牌 除了他原来的 三艘航空母舰在这边之外 手无似的 三个航空母舰还没走 还没有走 还不止如此 第一次要6架的F-22 12架的F-35还有B-2 要叫做是串门扫荡 斩首的三位一体的一个作战 什么叫做串门扫荡 F-22是美国最强的 空中的一个战斗机 它的目的就是我打出去之后 我要彻底的取得完全的空忧 所以任何对空忧有威胁的东西 F-22都可以彻底的完成 它的战斗能力 残斗能力 你的雷达 你的导弹 我全部把你毁掉 因为它上面除了火神快炮之外 保洁它有8枚的空对空的飞弹 12枚的空对地的飞弹 所以打出去之后 而且它的残斗能力 跟F-16实战的话 是F-16的2.4到4倍 所以它是最好的一个空优飞机 去了以后把你空中的所有威胁 通分见面之后 F-35开始做地面的扫荡 所以是两个是搭配在一起的 这两个飞机过去从来没有联合作战 这次还做了一个协同练习 所以他们两架飞机同时出动 对美军来讲 这个就是我要快速的把你车体扫荡掉 然后关倒这边的B1BB2 一飞过来之后 就是可以直接投专地炸弹 然后就是你金正恩躲在哪个地道里面 哪个地洞里面 我照样把你给夹下去 这个叫做三位一体的踹门扫荡和斩首 要三位一体的警惕王牌 难怪现在习近平要这么紧张 难怪习近平现在用71集团军 78集团军 原来现在他真正的敌人 不是金正恩 不是金小胖 而是川普 你想想看 如果你真的任由美国长驱直入 攻进北韩 占领北韩 拿下了平壤 那整个平壤 整个北韩就是美国的 所以中国一定要趁美国动作之前 我要先占领先攻下 我才有办法掌握北韩的主导权 这才是这个战争的背后 是 这个战争背后 而且保健 习近平的紧张不是没有道理 因为他看到美国 因为如果说你只是要打掉北韩 你F22 F35就回回去了 结果没有 美国说他要把这两架飞机 常驻在西太平洋 而且已经在11号的时候 快速的立刻整建了一个 他们将来要常驻的一个基地 而这个基地很特别 保健 知道在哪里吗 实际上它不是在日本 不是在韩国 它是在冲绳这一边 然后冲绳这边 它就这个叫做伊江岛 这边一个伊江飞行场 所以这个是冲绳 这个冲绳的加首纳基地 冲绳加首纳基地 上面的伊江岛飞行场 伊江岛本来是它一个 美军的一个炸射场 就在11月14号开始 美军运来了快速的水泥 快干的水泥 高强度的水泥 立刻扑下去之后 将来是F35可以再起降 一个基地 一个机场 将来要排两个队的 两个中队的F35 F22 常驻在伊江岛这一边 现在在盖跑道 这已经盖了 而且是快速水泥 快干水泥 立刻把它改完了 然后F35 F22就降到这边 而且保健 你看了以后 才吓到一跳 小小一个冲绳岛 它的美军的布局 是这么的多又密的 你看 这边是普天间 这边是加首纳 然后这些点是其他的陆军的 这个是美军在冲绳这边的 一个戴要裤 现在还要盖一个新的 那个叫做提野谷 这边还要再盖一个 新的空军基地 而且在宫古岛 在石环岛 在九米岛 在那个钓鱼台附近的 还有延梅岛 你看这些岛都这么小 它硬生生的就给你做个跑道 专程的就是飞机要停的 那为什么美国要这个时候做呢 因为美国也感到了 习近平的威胁了 在前一阵子 19大一结束之后 习近平派了他的轰六 叫做电站机 电站机 歼30空中架游机 直接从陕西飞到了宫古岛 3000公里 代表什么意义 我中国呢 已经有能力长城作战了 而成果能够飞3000公里 飞到宫古岛 如果从浙江福建出去的话 那你的关道 也随时可以打到 而你的进出口 就是冲绳这一边 所以美军处理完北韩之后呢 就把他的军队放在冲绳这里 好 那谢品 央视现在公布了一个 非常特别的画面 是从来没有公布过 也就是他们的地下长城 过去是二胖部队 现在是火箭军 你从这个地下长城 可以看出来说 里面有5000公里 这么样的长 而且全部都是钢筋水泥 央视最近播了 太行山 河长城 内部的影片 震惊了世界 中国有很多地下刀 为什么这个会震惊世界呢 因为这是1995年开挖的 是全世界最长的 最神秘的 中共最高机密 里面人家完全不知道 这一次一知道 大吃一惊 他有多神秘的 第一个 他5000公里 对 他寒挂了甘肃 山西跟陕西 第一个 他在秦岭有一个宫殿 什么叫宫殿 就最大的核弹储存库 在里面 他有核弹储存库 对 叫做宫殿 好 第二个 他是让老美不能封锁他 不能封锁他 所以他核弹在这5000公里里面 要能够运送自如 那运核弹有什么了不起的 开玩笑 核弹 大家加上火箭 你想要有多大的体积 多大体积 非常非常大体积 我个问题 这么大体积 你运弹 运箭的 它里面有火车 对 有卡车 你在里面运的时候 你不是一个直线的行进 对 在太行山里面 第一件事情 你要转弯吗 要依山四而走 没有说是山全部直线的 你在里面转弯 回转绕的时候 你要有多大的空间 要很大的旋转半径 不但有旋转半径 还有第三个 你到定点之后 你把那个发射井一打开 你整个火箭立起来 你想要几层楼的高度吗 去估计最少八十公尺的高度 八十公尺的高度 你才有个真的 二十层楼了 对 你才有一个飞弹的发射井 你能够把火箭跟核弹 发射出去 好 而且它有的不是用发射井的 它是用外来发射机 它在十分钟之内 就可以发射 所以做第二级打击 因此它的洞口 绝对不能被你美国人 卫星看到 我告诉你 火箭军有一次 士兵演练把美国人吓到 为什么 因为火箭军士兵演练 美国人啪叫建立卫星都来看 演练过程中 千人百车 瞬间不见 让美国人大吃一惊 所以美国人就一直要研究 这里面 他们也算过他们的工程 1995年才挖 你知道太行山是什么岩石 花岗岩 非常岩 当然因为它挑花岗岩 就是你美国的炸弹是炸不进去 它的主峰 3667公尺 这么高你也抓不通 那么在里面 你要挖这么大的回旋半径 可以让火车跟火卡车 运送这么大的火箭跟导弹 在里面是可以回旋的 那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动作 好 那是 我想这两天当然全世界华人最重要的焦点就是 北京开始管制他们的低阶人民 现在更可怕的是 北京现在非常的寒冷 这个是北京的温度 负五度负七度负七度负八度 这样的温度 你没有家可以住这么赶到街上去 抱歉 这个是最低温里面 也就是它的低温是负度 晚上基本上都是结冰的状况 所有北京野生动物园的小动物 现在都移到室内去 因为实在太冷 热带动物受不了 但你知道街头发生什么事情 街头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清空低端人口之后 那这些人被你轻走去哪 挤到ATM的那个提款的小房间 保洁你仔细看这个画面 这个是我们以前常常讲的 就里面有好几台ATM 然后有一个稍稍密闭室内空间 你知道里面挤了30个人 大家被赶走之后 没有办法走了 没有车可以坐 没有别的地方可以住 你第二天还要上工 怎么办 挤到ATM的小房间里面 30个挤在那边取暖 这在北京很滑不久去 他把动物从户外放到室内 让他们保温 为了他们的安全 可是必须把人从室内赶到室外 你去哪里我不管 而且宝姐 就算有那个ATM 还是很冷 因为房间里面没有暖气的话 温度大概还是10度以下 那一伙人知道一直喝二锅头 你知道很烈那个白酒 喝一喝暖暖身子 但不只如此 现在整个北京城的状况严重到 大概超过10万人受到影响 你看那画面上 所有东西为什么都被拉到外面来 是因为他给你拆迁的时候 到现场就跟你讲15分钟 所有值钱东西给我拿出来 否则就贴封条 我们这两天也听到一些北漂族的故事 这个小妹妹 很多人听到她的故事都哭了 宝姐 因为李润狗这一家三口 就这小朋友一岁八个月 李润狗跟他老婆住在隔壁 就我们刚刚讲的 大兴区那个失火 19人死亡的公寓隔壁 叫吉原公寓 住的地方已经极其窄小 还照不到太阳 结果一起火 第二天就跟他讲说 三合一违章建筑马上要清退 这整个村子里面 所有人都卷铺块走路 李润狗因为出去打工 他来不及卷铺盖 等他回到家的时候 门口已经全部都是特警跟公安 跟他讲15分钟 里面值钱东西自己拿出来 拿走之后不准再回来 结果他全家人 你说这个小妹妹 对 这个小妹妹就被改走了 马上 而且只有15分钟 而且他们回去之后 你想想看 来吉拿什么 所谓的细软 就是钱包拿了 证件拿了 然后拿几个奶粉 因为小妹妹还要吃奶粉 还没断奶 所以拿出来之后 没了 门就上了封条 但你知道 他女儿一岁八个月 这小朋友每天哭 为什么 因为走的时候 他从小陪他长大 喜洋洋掉在屋子里面了 没有办法回去拿 所以我们看到 他从小的时候 都有一个喜洋洋陪着他 可是被赶出来以后 他在喜洋洋呢 抱歉 结果没有了 理论狗千找万找 最后从垃圾堆捡到 另外一只喜洋洋 这垃圾堆找着 对 这个小女孩才开始忍住眼泪 不哭 理论狗说 北京这冬天实在太冷了 他一手拿着 我们常看到农民工 带那种红蓝条纹的塑胶带 走去北京火车站 他说我再也不要回来这里了 我跟你讲 现在这几天 城中心的麦当劳 叫金拱门 现在忽然之间人满为患 因为那些来不及逃走 或者找不到地方躲的农民工 就暂时躲到麦当劳里面 他们也出现麦当劳的难民了 他们的麦当劳难民 本来就有这些大叔大妈 没有地方住 很多就去挤麦当劳 但这几天人数变得特别多 因为当你被赶出去之后 你还有钱 你还有交通工具 剩下能够到北京城中心 就在那边挨着 天啊 我要睡觉 我就把他拿个毛巾 遮自己的脸 抱歉 因为你连家都没有了 麦当劳已经非常非常好 甚至有很多人 连趴下来就不敢 他就是坐在那边靠着 免得被人家看出来 自己被赶出去 无家可归 更严重的是 因为这些地方 座位到了晚上 一位难求 所以如果你中间离开去上厕所 或洗把脸 没了 马上就被人家站走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现在北京城中心的麦当劳 还是有那些24小时营业的 就变成这些民工 这些农民工 最后的避难水 好 那市长 这是一个旧画面 我们今天非常难得 之前讲到的慈禧西桃 而慈禧西桃以后 回来的阵仗 是这个样子的 对 宝洁 我们讲说慈禧当时八国联军 打进北京的时候 他不是逃到西安吗 逃到西安住了一年多 好不容易八国联军 签了薪酬条约 赔了4亿5千万两 可以回来八国联军打印策金 要回来 那你想慈禧要回来 一个逃亡的一个老佛爷 要回来应该是很黯然神伤 应该是很低调 很惭愧 对 很惭愧 要下最几哨的情况 但其实不是 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 保留了当时慈禧回软的一些照片 第一次公布的 对 公布出来 你看阵仗非常的惊人 他一点惭愧之情都没有 一点黯然神伤都没有 我在西安苦了一年半 我终于要回来 你看他一回来那个阵仗 你看这张 这个已经是在那个 已经快到北京城了 你看还没到北京城 就两行人在排列 排列了相当整齐 旁边这个你如果仔细看是跪着的 跪着的 那边对王公大臣上 跪在那边迎接他回来 天啊 你知道1902年的1月10号 他从西安起家 老婆也起家要回软的时候 当时带了多少 当时他这边有一个记录 用二十四面黄农旗开路 二十四面 皇家的气势之后 二十四面黄农旗 你知道他出逃的时候很倉皇囊备 回来 还偷偷摸摸 对四面黄农旗开路 一千个寄兵在做潜岛 还押了三千辆的黄金珠宝 什么衣服的车 三千辆一起回京 那因为他当时西岛的时候很多王公 贵族公主全部都跟着往西安走 大家知道老婆也在西安 就全部往西安走 所以后来王公大臣知道老婆也要起家 就跪在西安那个城 西安那个 也是跪的 也全部跪着 恭送老婆也 他这样一路一路回来 你可以看 这边是在哪里 是在北京镇阳楼这张照片 你看北京镇阳楼 这边本来有两个叫建楼 弓箭的建楼 建楼拆掉了 拆掉搭这个架子干什么 做排楼 欢迎老婆也回京 改成建楼 你看底下的也是密密码码的 在供营老婆也回京 另外他走的 你看他西岛的时候走的是 是那个省武门 就最北边那个门 那个门平常 皇家是不走那个门 那个门是平常有太监公女 公女如果有家人一连来会客一次 就是在省武门那边 公女会把银子拿去省武门那边 给他家里的人带回去 皇家是不走的 皇家不走省武门 他走省武门出逃了 没人想到会走省武门 对 但回来你看这种架势 这个是哪里 大清门 大清门 明朝叫大明门 大清朝叫大清门 你看回来也是这样 浩浩荡荡 八人大叫慢慢慢慢进去 两旁也是这样子 五步一缸 三步一哨 你看这边就很清楚 你看都跪着有没有 这些兵 兵还跪着 跪在地上 中间还有走 中间走轿子 旁边是跪着 三步一缸 五步一哨 这样跪在那边 让他进大清门 大清门进去就天安门 你知道他回来阵仗摆得真实足 但宝洁我们想 你如果想到说他出逃的时候 那种狼狈样子 怎么跟现在回来 是用这种情景去对比 出逃很狼狈吗 对 他出逃的时候 所以我们知道1901 8月14号 他帮我年军打进北京 攻下北京 8月15号他就出逃 出逃他是穿着乡下老太婆 那个粗袍的衣服 袍的 叫李家标吉护卫 也不敢叫正式的那个 穿粗袍 对 跟光细一样 光细还戴一个小斗 小斗粒帽子 这样假装成 假扮成那个民间的人事 就这样一路往西安逃 他逃到西安多久 逃了三天就到西安 仓皇逃走 真的是仓皇逃走 刚才回来走了三个月 回来走三个月 回来他是落到荷兰 等于像我出巡一样 红红光光顺便出巡一趟 他去其实走了三天而已 三天他当时多惨 坐在那个轿子 我们讲行的部分 他坐轿子 那个轿子有一点小轿子 轿子里面有他的一些衣物 因为出逃的时候要换洗 风雨大的时候打 打到那个轿子里面 那个衣服全部都撕掉了 没有衣服可以换 没有衣服 他后来逃到北京 第一天逃到西贯寺的时候 当时有怀来县的宪念叫吴勇 来迎接 知道老婆也要来这边住驾 结果去迎接他 怀来县的吴勇 后来写了一句 庚子稀缩重毯 就写慈禧 所以慈禧当时很狼狈 狼狈到什么程度 慈禧说我衣服都撕了 袜子都撕了 每衣服换了 有没有衣服可以让我换 怀来县的县令说有 但是是死人的衣服 我家我母亲我太太都过世了 如果老婆也不介意的话 就他们的衣服拿来让你换 慈禧说有可以换就好 当时延长等于穿死人衣服 什么机会都没有 慈禧住破庙的时候 晚上那个炕 以前比方叫炕 那个床很硬 没有垫背什么都没有 他们那个水井人员就说把老婆也那个 轿子里面那个壁子拿出来铺 还是太硬 他没办法睡 结果光细两个就坐在一条本上 背靠背睡着 睡到天亮 他说一夜几乎很难免 当时这样弄了 他说晚上那个坑上那个枕头 他本来想实在没办法躺下 那个枕头是油油腻腻的 没有办法 上厕所 上厕所 他要上厕所的时候 满地都是那个以前古代的厕所 那个漆 曲曲 还有那个什么奈蛤蟆 在那边爬 然后脸上就苍蝇在那边 那他怎么感觉 对 没办法要上厕所 要不然怎么办 所以他就这样 一路一路真的是狼狈 仓皇 然后苦不堪言 后来你知道 怀来卸定 说那老婆爷你想吃什么 他说你如果可以帮我要个鸡蛋 来给我吃 我就非常高兴 就怀来卸定准备了五颗鸡蛋 他一口气吃了三颗鸡蛋 光细跟农与一人各吃一个 你知道有鸡蛋可以吃 他已经高兴成这样子 他后来 然后沿途他都吃那个黑馒头 黑馒头跟玉米 结果你知道 那个怀来先议乌勇 就是因为帮他准备了那五颗鸡蛋 煮了一碗利豆粥 从正四品 正七品升到正四品 直接跳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国语言之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跟com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雅茜茜茜